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5.0卡池月卡大改 可自选嘱咐词条 新生渊重做太搞笑 那塔圣遗物削弱 元神,混池重新登场 5.0寄行大改版 可以指定圣遗物 那塔也挡不住水神 卡池,依然要确定一下 那塔5.0版本目前爆料的卡池消息就是 马拉尼,幻夜,雷神,基尼奇 这里多提一下 卡奇纳可能会免费送 三个人的天赋都是特产天赋 5.0的开服 涉及到的东西还有很多 除了新装备,圣遗物,剧情,地图 深渊,环境,大世界玩法等等 还有几条非常值得细说一下 月卡改动 首先是月卡的改动 大月卡这次算是稍微良心的改版了 在改版之后的页面里 我们可以自选奖励 原来就只有 矿,摩拉,经验书和固定天赋书 现在可以自选某个地区的天赋书 同时还有圣遗物经验屏 如果没猜错的话 之前泄漏的图里面也说明 圣遗物5.0之后应该就可以分解保存了 圣遗物词条自选 除了圣遗物经验 最值得说的就是圣遗物的词条自选奖励 注意是词条自选 这是一个道具 这个道具可以定制组词条和副词条 现在有多个获得途径 但是在5.0版本里面 会送给玩家两个 另外的可能是通过大月卡 或者其他活动赠送了 这个就很香了 老玩家都知道 如果可以自选组副词条 自己角色毕业难度会大大降低 毕竟极品圣遗物 还需要运气强化 新深渊重奏归来 5.0的新幻境要回归了 刚上线的时候 全网都在吐槽 看到粉丝反馈 更多的是 角色需要的太多了 很多老玩家都凑不起这么多 70集以上的角色 更别说新玩家了 这次的改版 没想到改版的是反应和随机选的词条 依然先说卡池消息 一直都在讨论的第二期的混词 目前有新消息提到 5.2之前是确定有一次的 之前老消息是说 载5.0卡池会有新的混词 但是5.0的卡池 因为有两个新角色的原因 现在可能出现混词的变动了 而这次爆料 新混词的名单基本上是 克勤 七七 甘雨 公子 辛海 和胡桃 这些角色 关于下个版本激情奖励 也会激情改版 不少玩家应该还在投棚 为什么奖励只能领取矿石 现在已经有很多玩家背包里面 有成千上万个矿石了 完全不缺奖励的这点矿石 因此策划也是对奖励进行了改动 玩家每生时机进行登记 就可以资选银石奖励来领取 后续大家不需要矿石 就可以把它换成 圣遗物 经验药水 或者摩拉和经验书 我个人认为 兑换圣遗物的经验药水 是最合适不过了 剩下的经验书和摩拉 如果不是高级经验书的话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吧 如果要是能兑换成角色的 天赋培养材料 那就更好不过了 同时还更新了一个消耗品 可以指定圣遗物 盲拆应该是跟崩田一样 可以指定组词条